话说前几天我在B蛋刷到一个up的视频 然后吃了一下午各多好吃的瓜 然后刷到这个迪拜王子哈姆丹的时候 啪的一下很快啊 我这个视频素材就来了 这个王子可不一般 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还创立了一个哈姆丹摄影讲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拍的照片怎么样吧 可以靠一波丹目 先来诺诺吧 从哈姆丹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高超的拍照技术 不论是相机的使用方面 还是后期制作都非常不错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国家 和大自然努比的热爱 当然还可以看到他的这些摄影器材 不得不帅 这个王子他是正有钱 买不起买不起 高盘不齐我这个 那哈姆丹自己拍的照片 和他摄影这样评选出来的照片 他们是不是好照片 我们先暂且不谈 我这里想和大家先分享一个新闻 赵忠祥自画从90万跌到698元 贱卖都没人要 坑惨以前高价购买者 首先私人已逝 我们要保持尊重 自画降价是真实的 但是有没有新闻里那么夸张 我未经调研 在这里先保持怀疑 分享这个新闻 我是想抛出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艺术圈里的一个现象吧 一个作品 它的价值和什么是挂钩的 我希望看这期视频的小伙伴 可以去多想一想 反正我是不敢得罪 这个地外王室成员来 我吃挂的时候 反正就是有什么公主出逃 然后他们派特工 把公主给抓回来什么的 可恐怖了 我真不敢得罪他们 请大家把这个保护打在股平里 我最近看到王子在IG分享的一张闪见的照片 照片的中央 照片的主体是迪拜的哈利法塔 整个画面 它是气势的灰宏 非常符合古典主义的画面构成和表达需求 颇有一种天赋皇权的意味在里面 诶 等等 这个古典主义不都已经是17世纪的事了 那个哈尔刚才一样 王子拍的怎么样 咱先不讨论 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 三个我非常喜欢的 艺术家 跟我审仙 创作作品 人的历史上 首次捕捉到闪电 是由摄影师 威廉 在1882年的费城拍摄而得 距今有138年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完全不必纠结于如何去捕捉闪电 在雷雨天气 相机立一个三脚架 为着找好按一个长时间报告的开门 我啪了一下就可以拍到闪电了 首先要分享的是川的轮子拍摄的闪电 他和我们的嘉宾赖护证人一样 同样是木村一并未赏的获奖者 这个摄影师可以说是现在国内糖水片的鼻祖之一了 但是大家往往是在模仿他照片的一种形式和风格 很少有人去真的往里去读他的照片 看懂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有两个切入点 一是观察方式 二是他拍摄的主题 川的轮子早期仅合用正方形构图的 落来双反形创作 他的观察方式像是小孩一样 他曾经说过 我有一双孩子的眼睛 比如我会长时间观察蚂蚁如何搬运砂糖 要不就是在躲雨的时候偷灰蜗牛的世界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的确还保有孩童时的好奇与敏感 都是保留孩童一般的好奇心 他才可以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面 去捕捉那些吸之入微 被人忽视的东西 无论在哪儿 他总是能安静下来 沉淀自己的体验 在一个事物的发展 接近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按下快门 在童真与小青森的外表下 他捕捉的内容 却往往是有关生死 偏地与轮回的 是极其宏大的一些主题 我们再来看他拍的这个闪电 和哈姆丹奥视迪拜的视角不同 他拍摄这个闪电的时候 好像是在仰望天空 他对大自然是心怀敬意的 是躲在屋子里 充满好奇心的去观察 天地交融的一刹 这张照片也被收录在 川内伦子艾拉的这本影集里 艾拉在土耳其语里面 是关起的意思 在书中这个闪电和刚刚降生的婴儿 被排在了一起 那我觉得川内伦子想要表达的 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降临 也互相产生了联系 你先去测试哪儿呗 我就在这儿录了 你在这儿录吧 嗯 你喜欢我的脸光吗 第二个是山本波斯拍摄的闪电 之所以说拍摄 因为它确实是光在底片上成像 但是它在作品中 却并没有运用到相机 日本的摄影师往往都非常讲座图片的 视觉表达和图片所传达的感受 人家有摄影师会将摄影作为当代艺术的媒介进行创作 而山本波斯就是那个在日本将摄影带入艺术世界的人 它更是将东方的折思完美地融入到了西方 更讲究材料 媒介和概念的当代艺术当中 让日本的摄影走向了世界 它的这种作品中文名字叫闪电远野或者闪电场闪电领域 我不知道要用哪个翻译会比较好 但是它英文名字叫lighting fields 这个作品起源于圣文波斯 在暗房里的冲启经历 它是一位非常坚持拍胶片 而且是黑白胶片的摄影师 而且它的暗房技术也是在今天数一数二的 可以算是一个有一点匠人型的艺术家 但是在暗房里面显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冬季极为干燥的时候 很容易在显影的过程中产生静电 而静电的这个痕迹就会永远地留在这个照片之中 比如山本波斯的这张肖像照片的优上方 就是在冲进照片的时候产生了静电 这个问题得过山本波斯很久 他甚至去求神拜佛 就是求这个冬天暗房里面千万不要静电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直到有一天 他临机动决定不去和这个静电现象去对抗了 他决定去和这个静电的现象友好的相处 于是就诞生了Lighting Fields这种作品 他在三年时间里尝试了各种的材料 反复地进行实验 在暗房内人工制造闪电 一道的闪电在照片中挽引 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给观看者带来一种极为原始的冲击 从古代我们对自然极其敬畏 再到几千年后人类首次用相机捕捉到了闪电 再到几百年后今天 闪电似乎在现在已经很 是很平常的一个东西了 我们可以轻易地去捕捉闪电的影像 也可以轻易地去化解闪电的威力 但是山本博斯却通过Lighting Fields这个作品 重新将闪电那种来自于远古的震撼带到我们的眼前 让观看者沉浸在这个作品对自然科学的哲思中 最后一位用闪电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他不再喜欢摄影了 他用的是雕塑 但是他用来雕塑的材料可不一般 不是我们普通认知里的 亲属和泥土那些材料 他将土地石头植被等等 作为自己雕塑的一部分 人为去介入所处环境中进行创作 我们也将这种艺术形式称作Landart大地艺术 他最著名的作品和山本博斯的作品是一个名字 叫做The Lighting Field 我不知道山本博斯在考虑作品的名字的时候 有没有像这个艺术家致敬的成分在 那这个歌他就比较厉害了 他将等高的400个金属柱排列在新墨西哥州 西部偏远高原沙漠地区的原野上 分布面积达数百平方公里 在没有雷电的时候 观看者身处在这些巨大的金属柱中 观看者雕塑与自然的关系被艺术家巧妙地重组 而到雷雨季节 这个作品会变得更加的壮观 不论是身临其境在远处观看闪电一次次通过金属柱 还是单纯地看这些在原野拍摄的图片 我们都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自然与人工力量并行的那种震撼 这个艺术家曾经说过我喜欢自然的灾难 我想他们可能是我们可以体验到的艺术的最高形式 其实这个艺术家还有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就是他把一个黄银耳黄桶做的柱子深入地下一公里 最后得到这样的雕塑 如果说的lighting field 它让雕塑的空间延伸到了天与大地 那这个雕塑就完全打破了我们的认知 将空间的概念延伸到人类完全不可适的领域 让我们跟随着艺术家的同住 将想象力延伸至地表之下 据说他当时为了这个作品花客超过一百万马克 引起了非常多的抗议 这个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个 学院派的艺术没有钱 可能还真的玩不起 但是也正是这些注入了庞大资金成本的作品 为我们带来这种无与伦比的观看体验 你觉得它值不值得可以打一波弹幕 好了那看过这三个艺术家的作品 你又觉得哈姆丹拍摄的闪电怎么样呢 如果你的想法有所改变 可以跳到视频的开头 用不同颜色的弹幕打出你的想法 其实那天我翻了哈姆丹的IG 一下午看到了这样几样照片 在这个拍摄里 它一反常 它也将镜头对准了 自己的家人 它记录下这些皇室成员 光鲜亮丽背后 极为生活的一面 这些图片的内容都非常的打工无用 抛去那些高超的技术和昂贵的镜头 这样的照片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是有温度的 也许在几十年后 有无数的人都在迪拜捕捉到了 非常壮丽的闪电和自然风光 但是这样的照片 就只有王子一个人能够拍出来 能够拍好 好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不要忘记三连关注我们的频道 支持向远就是支持喜欢摄影的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好让他不忘记我 笑我你 请不要把我忘记 爱要出来了